民进党没经过初选 直接由蔡英文点名郑运鹏接棒选桃源 也参选了民进党元老郑宝钦 不但被绿网军骂反骨 还遭到民进党中评会开除党籍 郑宝钦喊话民进党高层要正面对决 如果开除我的话 表示这个启极官苗宫 就是被骂背骨的人 被一个背咒的人开除 郑宝钦爆 有人找他交换条件换退选 但他没妥协 我当然我如果留下来 当然可以得到非常多的好处 客家人就是应景精神 就是不被摸头 也不怕被砍头 没有办法摸头 就来砍我的头 郑宝钦说民进党已经彻底背离初衷 他将积极推动新党外运动 新党外的精神 也就是现在大家讲的二次革命 当威权体制再起 当密室协商再起 当指定接班人再起 那么就是民主的革命 就是人民的义务 老民进党人讽刺 过去民进党的百花齐放 如今剩一人独裁 党主席简直像慈禧太后 我们本来以为他抄到签的时候 是五折坐天 那五折天至少做了一些事 那五折天旁边还有一些 敌人结等等对不对 那慈禧太后就是误国 把那些钱都是弄得圆明远 对不对 创党精神 挂洋头卖狗肉 对不对 以后你们这些终身带 你们这些机要 你们这些太阳花这些东西 唯唯误误 那你们还有鼓一点鼓气吗 郑保卿敲醒民进党警钟 当中道力量开始觉醒 当权者恐怕得小心 民意反扑 记者张正明 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哦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折扣码 CTI 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